大家好,歡迎繼續收看數學三分鐘 這條就簡選1980年的第11條Paper 1給大家做 給大家做一下,卷一來的 Find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s of the AP 即是問你等差數列受 n 項之和 等差數列受 n 項之和 如果第一項是lock k 第二項是lock 10k 第三項是lock 100k,如此類推 而且 當end is up,究竟的總和是多少? What is the sum? 好,試試做,如果你想 自己試,就按暫停 如果你想繼續聽我的解釋 繼續去就可以了,好,首先 現在這個AP 你要學一學 有些東西的 AP或者AS 其實 就是 頭 n 項之和 SN 就是頭項 加尾項 我們叫last term 乘項數 除二 應該很多人都認識的 好,然後 我們怎樣做下去呢 現在 第一項 其實 剛才你看看我的題目 是lock k 來的 Base是10 Base是10可以不用寫的 好,那 這個尾項呢 就是什麼呢 A加N-1 整個 公差 D D是什麼呢 A你有的 N你不知道的 照抄 D是什麼呢 要計的 好,那怎麼計呢 首先 D 就是 第2項 減第1項 或者第3項減第2項 就是lock 10k 減lock k 了 那lock 10k 減lock k 那大家 很多人都知道了 減變除 所以變成10k 除k 那這個若減就是lock 10 那lock 10就是1 所以呢 這個等差,common difference 就是1 換言之,我們尾項呢 A加N-1 這個1 多了下去 即是沒有東西啦 好,那差不多做完了 那SN呢 就是 A 就是lock k lock k 加 尾項 繼續lock k 那就是兩個lock k 2lock k 再加N-1 乘N 除2 這個呢 就是答案了 那繼續啦 如果你要繼續做 如果你要繼續做 if N 等於10 若個N是10 那個和是多少 那你就代替 S10 就等於 代替N是10 即10加1就是9 即2乘2 Lock k 加 9 9 再乘10 再乘2就是乘5 10除2就是5 所以答案是5乘5 然後再乘3 16 k 就加4 5 好 給大家看看 Marking Scheme 看看 我們先看看 好,就是這樣 10LK加45 一分就給一個方法分 調色,調色有兩種,通常我都建議你從這裡推出來,不用記得那麼痛苦 不過你都可以一次過記,OK 視乎你自己的HardDisk有多大,老的HardDisk 接著放進去,就是這樣 樣子,N-2,寫前又可以,寫後又可以,其實基本上就問題不大 希望這個短片幫到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,可以按一個Like 或者在下面留言,我會看的 或者Share給你的同學,朋友仔看